各位观众,您现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几乎快要倾倒的一个小茅草房 那么记者呢,现在就是在台南市安南区渊冬里574号 那么您现在镜头里所看到的这个环境 就是我们中华巨人小国手黄金勇他的家里 黄金勇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长大 为国家争这么大的光荣 的确也是令我们非常值得庆佩的 我们今天到这里来访问他的家里 请问,你是金勇的阿姨吗? 有,我金勇 你现在有几个驾驶吗? 几个驾驶有两个 两个? 是不是,你给介绍一下好吗? 你给我介绍一下,好吗? 请问你是? 我是黄金勇大哥 那么黄金勇这次有这么好的表现 你是不是也预祝他在下一场的比赛更有好的表现? 是是 不但是黄金勇的表现好 同时一次那几人的很多队员 大家都有好的表现 黄金勇现在一共有几个兄弟姐妹? 现在是八个 四个个个个三个 那么家里的生活环境是不是都是由大家共同来维持 是 是 你是不是也自我介绍一下呢? 同时预祝弟弟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我是黄金勇的三姐 我预祝我弟弟能够得胜 得到全世界冠军回来 是 黄太太 你早上有看到你的金勇的打球吗? 嗯 我请问你自己有电视吗? 是 有电视 没有 你是去你朋友那里看的 我现在跟你说 金勇在古林消防队里面表现很好 全都很欢喜 很可爱 你现在是不是跟我说话 预祝他成功成功 回来 是吗? 嗯